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讲一份默可思的研究院 关于内地就业蓝皮书2020年中国本科生的就业报告 讲内地大学毕业生读完哪一科是最吃香的 以及在哪一个地区最多人去工作 其实有三科平均出来的工资是最高的 最高的大家都估到的就是计算机类 就是computing science 第二个就是电子讯息类 第三个就是自动化类 内地的本科毕业生大概是六千元不到 就是一个平均数 就是读完计算机那一科 大概的人工是六千八百五十八元 而读完电子讯息类的收入平均是六千一百四十五元 读自动化类就是automation的时候 大概是五千八百九十九元 这个就是三科最多赚 平均月入是最多钱的三个 其实大部分人读完书 都是希望在一线城市里面做事 即是在北上广深 而在这四个城市里面 最满意的 即是他觉得做得最开心的 就是在上海 就76% 跟北京差不多 北京都有75.8% 第三位就是深圳 70.3% 第四位就是68.9%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形呢 其实呢 会是看得到的 即是上海和北京相对来说 那个生活成本呢 就没有深圳那么贵 因为深圳现在跑了上来 他们那个住和食 是比上海和北京贵的 平均来说 那广州呢 的机会呢 又没有之前的 上海和北京深圳那么多 所以排了最最后的那儿 上海和北京已经差不多 即是差那0.2% 分别不大 那两个地方我都住过 那其实是看你那个性格 那么我自己呢 我就喜欢上海多一些 因为上海的变化 你会看得到那个 城市的规划 那些楼居是高高低低 那些街道就不是一個方方正正 長安大街 一個一個四方框去解出來 像豆腐一樣 不是這樣 它是比較沒有那麼擴散式 就是由市中心輻射出來 那是不同的 像香港一樣 就是舊 亂中有罪 北京就不是 那些路不是南就是北 東就是西 是很直的 就是找一把間斜一度都沒有那麼直 這個就是大家不同的分別 那喜歡規規矩矩的人 就比較多喜歡北京 那我喜歡古靈精怪的人 就比較喜歡上海多些 那這個是一個個人的看法 那另外呢 就出現一些叫新一線的城市 新一線的城市就是包括什麼呢 包括杭州呢 天津呢 寧波呢 南京呢 還有蘇州 那你會看到啊 杭州就在江浙那裡 那裡呢 那天津就是渤海灣啊 啊 寧波就是上海旁邊 南京啊 蘇州呢 都是黏著上海 就是在江浙那一帶 那這些畢業生呢 那這些畢業生呢 其實大部分呢 好像剛才那樣說了 大部分有兩成六呢 就在長三角那裡工作 跟著第二呢 就在朱三角 就是廣東省那邊 第三個呢 就是在泛渤海灣 就是山東啊 和沈陽那邊 那邊那邊 那邊對出呢 應該是山東那邊呢 渤海灣都是 應該是那邊 跟著呢 就是 之後呢 就是西南 就是13% 就是長三角 26% 朱三角 21% 渤海灣 大概20% 西南呢 就13% 應該是西安那邊 中原那邊呢 就是10.2% 閃金 零清 就是4.1% 東北呢 就是4% 西部呢 就是2.3% 你就會看到 在這個分佈 你就會看到 其實中國 怎樣去 想著 將那個收入平均化呢 是很難 就是等於 香港 最有錢的 就是住在半山 或者是 工作 最高人工的一定是 在中環一樣 那你會看到 那個分野 就是 其實中國也是一樣 最高人工的一定在 長三角 朱三角 渤海灣那邊 那你說去到西部的時候呢 就一定是 差點收入 這個是 每一個地方都是 會有分別 就是等於 日本一樣 收入最高的一定是 東京 台灣收入最高的 樓價最貴的一定是 台北 因為每一個國家 都會是 有一個 城市 是跑了出來 是吸引最多人才的 今天呢 就想說 大概那個 藍皮書呢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大家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